這個政績是最重要,所以表示你們先導還不足,還有很多立委不知道 立委的話是不能隨便亂聽啊 科學的政績才重要 所以我就不跟你談那個 但是今天因為楊智良的事情被講了很多次 所以我再用一分鐘了,事實上 在一個現任署長要申請他的政策理念的時候 竟然人數次去哪一個前署長的書來先養理念 這個坦白講是對你的侮辱你知道嗎 那我是覺得說現在亂了分寸 馬英九主政以後那太亂了 怎麼會去買這些書呢 民進黨主政的時候 我們也有好幾個署長啊 也都有出了好幾個書啊 我自己也有三本書啊 沒有買半本啦 我跟你講 這個沒有買半本才是對的啊 因為你怎麼會去買這種 這種讓人家有瓜田裡下諸賢 而且齁還對現任的署長等於武術的這種作為呢 這人數 人數有問題耶 啊為什麼派一個小姐來 人數數長跑到那裡去 他說 市長是 怎麼會跑一個這個 這不是你回去要好好追究 這怎麼可以這樣子亂來 我跟你講齁 當然我是沒有看啦齁 人事事今天是一個科長是 曾永芳曾科長 對啦 他已經齁被罵到要戴口罩了啦齁 我不為了你啦 那這個部分齁其實是對現任的署長是不禮罵的行為齁 好那這樣子齁 當然這個這本書是好是壞我是沒有看到齁 但是有部分一屆人士認為說齁 這個他有點仇意的行為等等 這個就請署長齁 去拿那啦 呃 很多事情啊 呃 都是在任的時候不做 下台了一拼命講 所以吳德朗齁 教授有講說 下台了就閉嘴 齁 就在講楊助理兩個啦齁 那這個部分當然變成你的很多困擾 因為好像幽靈還在一樣 也就是說下台才說爛道根 那怎麼辦你去處理嘛 齁不夠齁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是要處理 第一個齁 就是這個金州刊齁 你這本有沒有看到 你一定要去買來看齁 那個我看的 這本金州刊齁齁 我倒是希望齁 買四百本來送給同仁啦 齁這才是真正是對 醫療政策的環境跟檢討嘛 齁而且不會說好像在下指導期一樣說 這是前市長講的書 結果大家討論討論心得很好說 新市長都不錯 不是這樣子 這本書齁 他當然不是完全正確 我要這樣講 但是至少他很用心的去整理這些事情 齁 所以齁這個已經提出一個問題來了 這個問題剛剛齁 我們趙薇齁特別主行的時候 他也是非常擔心以重於心腸 一個護腸科醫師要培養到可以用 沒有五年六年可以嗎 你敢讓他生嗎讓他看病嗎 所以這個已經來不及了 小哥找不到 已經找到波波的醫師了 台大喔 我在講龍頭老道都這樣子囉 護腸科醫師找不到 只有找到第二輪才找到 這個已經多嚴重了 這個都只要負責 這個衛生室當然要負責啊 那當然這裡面有涉及到幾個情形 第一個就是 沒有人敢當五大科醫師 為什麼 因為太危險了 會被抓去關 因為刑事事後 衛生署應該認真去推這個 刑事齁 的問題啊 有一直在推 對 這個會期快 快結束了嘛 你們應該去拜託 趕快排進去來協商等等嘛 這個要趕快了 來不及了 你知道嗎 都是我們再拜託 第二個 當然是 應該要不同功 要不同酬 這個功是功勞的功 不是工作的功 這個 RBS已經 觀念已經推那麼久了啊 這個應該要認真做啊 剛剛健保局局長還上去說 還要再委託研究請請 我上次在這裡說不要再研究了 直接就把 RBS 就該給人家錢就給他了 RBS 現在這一次正在進行 不是啦 我是說 既然你們抽錢出來 結果小腰科醫師說沒有拿到嘛 這都還要再研究 就規定下去 馬上規定下去就好了啊 所以這個齁 應該是執行 而不要這邊再研究 已經研究幾十年了啦 第三個當然是 工作量 的確是 非常非常的 的重 所以當然大家就 不想去都要去 五官科啊 那我們也知道說 這個 錢的問題齁 其實是非常嚴重 所以這個部分齁 我在十月二十五號請你一定要來齁 我請了醫學院院長 跟醫學中心的院長 一起來討論這個五大這塊問題 這個醫學院院長 醫學中心的院長 當然應該對這件事情 來共襄盛極來想啊 也不能說只有等著衛生署 那衛生署也太保守這樣不行 所以大家一起來 我們用一個解決方案齁 所以十月二十號請市長一定來 那其中有兩個 一個比較 一個像 論人計程的部分齁 這個部分齁 我們已經推很久了 那我們也希望說健保局 真的是要把這些書辦做好 所以呢我們會 動載一些預算齁 把這個屬立醫院 竟然沒有認真來推動這個部分齁 至少屬立醫院是你們管的嘛 應該把這個部分的錢動載 來鼓勵有做的 如果一加做就全部給他 三加做三加去分 這個部分應該動載一部分來鼓勵 你們的那個 預算齁 這個在屬立醫院的那部分 大概一年多少億 呃 那個 非常多啦 這你們這個齁 兩百多億 我們是兩百五十五億 對嘛 都在做什麼 都是在做臨場 當然就照顧 肺炎地區民眾 我們可以了解 但是裡面也有規定要做 公共衛生相關的啦 要自進社區醫院 什麼 欸 這個東西有沒有認真在做 你們真的是這個錢 不能說 因為你 你執行能力不好 因為你比較不會賺錢 我反而就是給你 這個當然是 現在都是這樣子啊 如果不補助 每一個都沒有分紅啦 沒有辦法分紅啦 都是靠補助來再分紅的啦 這樣子 沒有達到說 設立這個屬立醫院的真正的一個目的啊 那現在難得有一個 跟其他四人醫院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論人計程的方式 用比較地區型的醫院來 推動這個 這個部分 結合地方的 開業醫師 地方醫師工程等等 以及衛生機 大家認真來推 以預防為主的 這種論人計程式 現在剛好是實話 為什麼 因為總合預算嘛 總合預算 結果這樣的話 才可以減少 你知道我們這幾年來的 免診 是增加還是減少 你知道嗎 十四個 一年十四個 變十四 討論點三幾個 這樣變十四點六個 越來越增加 那個 十四點四個變十四點六個 十四點四 那現在十四點六 對嘛 也就是說 我們這幾年的努力 證明一直在增加啦 那這樣子就不對啊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 有兩種方法可以減少 一個就是 你好好的做預防預血 那他當然就減少嘛 第二個 就是你好好的做 到院前的一個服務 比如說 醫有什麼問題 我們的家人都會問我啊 我就說 你不必去 你先編護一下 那他就不要去 那就少一次了啊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用網路醫學也好 用所謂的這種 能夠讓他專線的服務也好 就變成一種叫做 網路醫學醫院 或是網路醫學醫療照護的這種觀念啊 在可能喔 十個裡面打電話過來啊 可能有三四個就不需要再去看了呢 因為你就替他初步解決了啊 他何必去做那麼多的東西 而且減少醫療浪費 那在總和預算之下 大家應該會同意 所以這個衛生署 跟他用這個契機啊 趕快去做 當然現在PGY1 PGY2 也是剛好一個契機 可以讓這種喔 五大接控的問題喔 稍微緩和一點 然後希望希望他能夠去PGY1 讓一下東西產生性氣 看他能不能留下來 但這個東西不是真正的 這還是不是真正的祝本啦 還是希望他良心發現那一種什麼感性氣 不對 還是要從氣形式化的問題 什麼醫療糾紋的那個故意啦 什麼什麼 這個當然一定要處理 但是如果舒服的話 這個還要再混演做這個很麻煩 這應該就拿掉 就故意 故意的話當然要處理 其他其他就用錢來解決嘛 所以法務部需要一點就多 不是啦 你們要認真的去 因為這已經產生Defensive Medicine很清楚啊 要跟他們講啊 我們的政策 不能為了一兩個人 可能產生的嚴重舒服或舒服 而讓98個醫師 大家都Defensive Medicine 這不對啊 我們就是給大數法則用的 不是為了預防那一兩個人 這個是要心理不要儲弊的觀念 這樣子想 拜託你們一定要去溝通 這一次一定要夠 這個會期齁 拜託你們趕快去 這個東西怎麼會不夠呢 這個應該拜託 這個反而要認真一點齁 那最後我另一分鐘拜託一下 現在馬英九齁 總統不是說大家都要加薪3%嗎 你們大概已經加薪了吧 衛生署已經加到薪了嘛 應該去 你們加到薪了 但是所有的醫務人員齁 從醫師護術到醫療室都沒有加到薪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老闆上面還有一個大老闆 叫做健保級啊 健保級 你們要把錢增加3% 那當然醫院就沒有辦法3%啊 而且這3%是敬所得的3%耶 那他3%哪裡來 所以你可不可以齁 健保級 你們可不可以齁 去跟那個教導導人說 啊現在為了馬總統的一個政政齁齁 大家都在加薪3% 所以呢 健保級也增加3% 那這3%下去 不管是勞務啦 然後是器材的 總是會跑到那個 醫療相關的人員去 所以讓他們好增加3%的這個薪水啦 因為反正有不 你不是去去買買沙布 買器材 你就是醫療 反正就是這樣子分下去 所以這個部分你們可不可以齁 加個3% 好讓醫宿人員 醫護人員 都能夠有3%的加薪 不要只有你們自己加薪啦 公立單位加薪啦 啊 私人醫院怎麼辦 啊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從醫院怎麼辦 都沒有辦法加薪啊 那這不是又 又製造不平均了嗎 不平等了嗎 可不可以齁 可以 加3%好不好 總額的成長跟協商裡面 已經有化一部分 是要增加3%的事 沒有沒有增加3% 從各個角度 那種 那種是每年都要有的 今年是不一樣 今年是因為 馬總統說要加薪3% 這個部分總是要 讓醫師委員加3%嘛 不然齁 你看這本書 越來越沒人要去投 40%的 一些生說不想去讀啦 那一些成 我們比較成熟的這種 老醫師啊 其實跟以前比起來 已經相對於貧窮啦 我們的收入齁 比以前還低呢 不是說增加少了 是比以前還低呢 所以這個部分啊 整個醫界 如果大家不想去讀 大家要逃避 不是五大這塊問題而已啊 整個人才齁就會shift 這個是很不好的問題 所以大概3%是合理的 這是馬總統的德政啊 謝謝